可以讓我們新增資料 OK 我想再來的話 我把它弄起來 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地方已經弄起來 然後呢 他只是說 我把它 重新再弄一下 因為這個畫面太小了 我把它再重新再載一次 把這個可以拉大 因為他預設這麼小 你可以把它再拉大一點點 然後把它做save save之後直接重新再重整一下 那重整之後特別注意就是說 因為那個key的部分是 他不會自動產生 所以 可能你要先看一下 因為這樣有個缺點就是 這個key的編號 你不能夠 重複 如果重複 新增 很抱歉 就錯誤了 而且也不能弄 就是不能空的 也就是你要先看一下 到底第幾筆 那你會想說如果 要能夠 自動化的話 那很抱歉 你就是要 另外再寫 自己判斷說 讀到最後一筆 到底是哪一筆 然後呢 看編號是多少 自己再加一就好了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要手動去寫 如果你要方便簡單的話就這樣子 看 你可以跟user講說 這個 最後一筆 確定一下 你不要亂 你要先看編號多少 自己再加一 這樣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因為他只要能夠接受就可以了 那也還是可以達到目的啦 那這裡的話新增 比如說新增第20筆 那去找一下那個 影片 比如說影片部分的話 我就去那個YouTube裡面找 找那個PowerPoint好了 比如說TQC PowerPoint的關鍵字 裡面的話就有 吳老師很多 影片 那裡面的話 找到這個好了 40 408好了 比如這個影片 然後就直接可以把它弄起來 那裡面的話我要 放什麼呢 比如說標題部分 那標題部分的話就是408 然後 他的那個 再STOP一下 那這邊的話把 標題打上去 408 自己再查一下好了 那這邊的話 影片的連結 分享之後呢 其實就會有這一個啦 那你用遷入也可以 遷入裡面其實 這個連後面這個部分跟 這個這個部分是一樣的 有沒有所以其實你從這邊複製 我從這邊複製都可以 那我把它直接從這邊複製好了 複製一下 到這邊把它貼上去 然後把前面這個把它刪除 除掉 OK 這樣一個插入 這筆資料呢 就進去了 就這麼簡單 哇 所以你看我沒有做任何 我沒有以前要寫一堆東西的 現在 完全不用寫 以前還要懂什麼 SECLE語法 Insert into 哪個欄位 Values 什麼什麼什麼 光把這些寫完 你可能已經 已經可能已經 這個這個頭昏腦障 那現在是完全不用寫 就完成這件事情 完成這件事情之後的話呢 再來你可以跳回去 所以其實最後的話 你可以在底下再加一個動作 就是說 把這個地方再加一個超連結 超連結當然有很多方式 你可以在這邊做超連結 或者是給他一個button 比如說我今天要跳回到哪一個 跳回到我那個主頁的話 你